欢迎来到美厅 曾国藩,人生有三大错误,千万不要犯 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对糊涂的人说明白话,结果却招来麻烦 与不靠谱的人共事,结果却言而无信 和无情的人谈感情,结果却痛苦万分 因为他们只会给你的人生带来无谓的消耗与折损 正如曾国藩所说,人生有三大错误 一是向糊涂人说明白话 二是和不靠谱的人做正经事 三是和无情的人谈感情 余生很贵,不要让你的时间和能量 在不值得的人身上白白浪费 一,向糊涂的人说明白话 孔子说,不可与之言而言,为之诗言 可与之言而不言,为之诗人 遇到不通透的人,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因为对方无法理解,只会给你徒增不必要的麻烦 有时还会将事情搞砸 在网上看到一位名叫梅梅的博主 说过一个她的经历 梅梅和子晴是大学同学,关系很好 毕业后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但部门不同 梅梅在审计部工作 有一次在公司餐厅吃饭时 她遇上了子晴 她把自己在工作上的琐碎与苦恼 一并说给了子晴听 可子晴却误以为梅梅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而审计部的主管刚好是她的姐姐 子晴便抽空去找姐姐 告诉姐姐梅梅的工作状况 本来主管是非常看好梅梅的 还准备提拔她 结果听了子晴的这番话后 便以为梅梅在抱怨自己的工作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对梅梅为以重任了 其实梅梅对子晴诉苦 只不过是发泄一下情绪而已 并不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然而糊涂的子晴却好心办了坏事 糊涂人往往对事情的把握能力较差 他们听到的只是表面的内容 无法深入思考其中的内涵 即使我们用在简洁明了的言语表达 糊涂的人也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从而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糊涂人说明白话 最终只能吃哑巴亏 话要说给对的人听 他们不用你多说 便会知晓其中的意思 与明白人打交道 是思想上的一种开蒙启会 与糊涂人打交道 只会不利于自身的成长 生活中有很多不靠谱的人 虽然把事情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 但做事从不落实到实处 出现问题时 他们只会推卸责任 与这样的人共事 只会让你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听网友莉莉说过一个故事 莉莉几年前离了婚 孩子判给了她 并一次性给了她50万的抚养费 但是在这个什么都要前来维持的年代 50万根本不够抚养一个孩子长大 而且莉莉那时候也没有工作 刚好 莉莉的朋友特别喜欢做咖啡和烘焙 朋友想跟莉莉合伙 开一家咖啡厅 于是莉莉便拿出一部分积蓄给朋友 一起开了一家咖啡厅 朋友知道 莉莉的小孩才上一年级 正是需要她好好照顾的年纪 所以朋友便顺水推舟地说 你就只管照顾孩子就行 咖啡厅里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莉莉便欣然答应了 没想到 朋友在管理上根本不上心 生意旺季时 朋友却要出门旅游 他把店交给店员管理 而且一走就是一个月 店员们工作也都不上心 那一个月的营业收入也不好 卫生上 朋友更是不上心 杯子店员随便洗洗就好 桌子随便擦一擦就好 地板也是随便拖一拖就好 有次 一个少年来店里喝拿铁 喝完当天就腹泻恶心 去医院做检查 化验结果出来才得知是把洗洁精泡沫吃了进去 第二天 少年便把店家的图片和化验结果公布在网上 并到店里大闹要赔偿费 自打那以后 这家店的生意便冷冷清清的 没过几个月就因赔的血本无归而倒闭了 莉莉得到这次教训后 觉得他当初真是太天真了 遇到什么人都信 结果却把自己给坑惨了 和不靠谱的人共事 只会招来祸端 拖累自己 他们一方面 他们假话连篇 过于懒散 另一方面 又没有责任心和担当 与不靠谱的人共事 是对时间和生命的极大浪费 巴菲特曾说 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 真正靠谱的人 言出必行 行必有果 和这样的人同行 踏实又放心 才能一起携手 走得更长更远 三 和无情的人谈感情 人有时真的很傻 过期的食物 知道要丢掉 失去的感情 却不愿忘掉 因为你知道 吃了过期的食物 身体会生病 却不知道 沉醉在过去的感情里 心情也会抑郁 唐代女诗人薛涛 自容艳丽 才气逼人 有次 薛涛在街上游玩时 遇到了在四川担任 监察御史的 风流才子袁枕 便一见钟情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 神仙眷侣般快活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袁枕便要返回长安 临行前 袁枕曾许下许多信誓旦旦的承诺 答应他办完公事后 就回来和他团聚 当薛涛满怀期待地 等着袁枕的消息时 袁枕却早把自己的那些承诺 抛之脑后 不仅娶了朋友的妹妹安仙平 还爱上女艺人刘彩春 薛涛知晓后 想去找袁枕 却收到袁枕委托朋友写的一封来信 峨眉山市接云泥 玉竹流浪北路迷 若似善终容易到 春风游隔五陵溪水 意思是 你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了 死心吧 薛涛终于明白 与袁枕这个负心汉 在续前缘已不可能 是已至此 又何苦在执着纠缠 于是 他静静地了断了这段红尘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中有句话 很多时候 该放手的终须放手 该面对的终须面对 爱或不爱 相守或分离 都是彼此的宿命 当真心被深情被背叛 即使在留恋 也没持续的必要了 人心都是相互的 感情需要虚寒问暖 一个人的热情 永远五不热 另一个人冷血的心 咖啡凉了就别再喝 再喝也不是从前的味道 人走了 就别再留 留下也回不到最初的感觉了 没有谁离开了 谁就活不下去 你以为的无可替代 只是他人的可有可无 从此以后 让往事清零 爱恨随意 我们这一生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作家苏勤说 不必把所有人 都请进生命里 和对的人相处 能给你带来成长上的帮助 让你变得更加优秀 和错误的人相处 是对心意的践踏 更是对时光的错付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 让什么样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 不与什么样的人接触 舍弃这些错误的人 潇洒地转身 远离他们 放过自己 断掉不适合的关系 日子自然会过得舒心自在 愿我们往后余生 都能与同频的人 共享人生的美好旅程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起碎